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这个星期 中国清华大学 富有盛名的法学教授许章润 遭到撤职 停课 并被调查 外界怀疑这与许章润去年7月 开始发表的多篇文章有关 许章润在文章中批评中国政治倒退 呼吁警惕 极权回归 制止个人崇拜 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 平反六四等 挑战了当局的多个底线 许章润的遭遇揭示了什么 中共对言论和学术自由的掌控 将会到什么程度 不要许章润 您要胡安刚 面对当局强力整肃意识形态 中国高校是否还能够用人为才呢 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 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展开讨论 第一位是中国独立时评人 前清华大学讲师吴强博士 吴博士您好 欢迎您 吴博士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郑宇文您好 您好 欢迎您 那么第二位呢 同样通过skype连线参与讨论的是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员访问学者 也是前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腾彪博士 腾博士您好 欢迎您 宇文您好 观众朋友好 欢迎两位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通过 B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 斜线 VOA China 首先我想先请教两位嘉宾 先请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谈 这个中国当局整肃高校 限制言论学术自由 把高校教师变成了一个高危行业 这其实不是一两天的事 也对很多观众来讲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为什么许章润教授的遭遇 会引发这么多的反应和声援呢 对的 到目前为止 许章润教授从去年底以来 到现在所发表的若干篇文章 引起了很大的社会的反响 那这些反响 以及他目前所受到 清华大学的一个处理 至少在四个层面上 都暴露出许多问题 也换句话说 至少在四个层面上 吸引了公众对许章润 这种处境的一个愤慨和思考 首先是许章润行使的是 中国宪法所规定的 言论自由的权利 没有任何有备违法 或者是完全是在一个 宪法的框架内来批评 其次我们看到许章润 他是以一个传统 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立场 在表明对当局 对现行政策的一个批评 那这个是一个 士大夫的责任 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鲁家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性的责任 我相信这种责任 这种世人的这种责任感 在过去2000年中国历史上 所有的中国人 熟悉中国文化的人都不陌生 也都接受这样一种责任感 第三层面上我们看到 许章润所谈的 他所辩护的 以及他所批评的 都是在以保卫40年改革开放的 这样的一种旗帜 或者民意来进行 得到了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 很多受益者 几乎是所有 大多数中国人的一个 应该说跟他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反映他们的心声的 也是对现行的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偏离 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路线 的一个少有的一个疾呼者 一个少有的 在万马轻的情况下 少有的声音 来为过去40年改革开放路线来辩护 当然许章润在第四层面上 他是代表着中国最顶尖大学 也是我曾经服务过 清华大学里头的少数 仍然有良心有勇气的 文科法科和社会科学的学者 在发表声音 那这跟清华大学 跟公众当中心目中的地位 其实很一致 但是和清华大学本身的学术官僚 所把持的一个所谓 又红又专的路线 对他进行这种镇压 而且他事实上在这种镇压之下 在这种处理之下 毫无反击余地 毫无一个公开的一个 辩护的一个程序和场所 其实这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我相信这是这样子一种 是个层面上的一种处境 激发了国际社会 尤其中国公众的一个 很大的同情心 是 吴强博士您刚刚提到了 在保卫改革开放这个旗帜之下 那么也有很多人提到 像许章润教授 类似这些仍然身处在中国 包括您也在内 仍然身处在中国的 这些学者公知来讲 他们能够发言的范围 也是很有限的 但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局限内 还积极地发声 实际上他们的影响力 甚至要比很多在海外 推动中国宪政民主人士 所带来的影响要更为积极 您是不是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呢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 许章润教授在刚才我说 在中国最顶天大学 在他这个年纪 应该说不需要担心更多的养老 等等这些问题情况下 仍然有勇气为他的历史责任 为他的知识分子责任 为他所准备担负的一个历史责任来发声 这本身在过去六年 一个万马青知识分子和大学 都受到严厉镇压的情况下 完全是代表着中国仅存的一个公民社会 和良知的声音 我相信要比他的观察力 他的辩护力 要比确实是比国际 在海外的一些中国人的批评 我相信是更有分量 他是等于是站在一个 某种意义上讲 是站在一个火药库的当中 来进行一个非常有勇气的排雷 好的 我们来看一看 为了准备我们今晚的讨论内容 实际上美国之音联系了 包括许章润教授在内 还有张千帆教授 荣健先生 展江教授 史杰鹏在内 十多位曾经或者现任的 中国高校的教授和学者 多数呢 婉拒了我们的采访邀请 不过他们也通过不同的渠道 来表达他们对许章润教授的 关切和援助 我们先来看到 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新闻和传播系的 退休教授展江 他在回复我们记者邀请时 留下了这段评论 他说 我只说两句话 第一 中国以依法治国为国策 最高的法律是宪法 宪法第35条规定 公民有言论和出版自由 第二 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 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说过 新闻出版自由 是一切自由的基础 没有新闻出版自由 其他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这是北大的宪法学教授 张千帆 他在投稿的文章里面提到 许章润这样的学者 本来是清华的骄傲 却反遭清华的惩处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 无非是清华校方高层 为了保自身安全 而不得不拿自己学校的良心学者 来开刀 但清华并非这些 头头脑脑的清华 而是广大教师学生的清华 继续我们再来看到 这是许章润教授的同事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郭于华 他在金融时报发出的文章 标题是 哪有学者不表达 这篇文章在刊登第二天之后 就立刻被当局删除 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 郭教授他质疑清华大学校方 他说许教授的哪一项表达 违背了哪一条法律法规 学校对许教授的处理依据为何 因为表达观点而获罪是什么道理 即使是不正确 不完备的观点 也有表达的权利 岂可因为行使正当权利而被处理 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 我们另外一位嘉宾 滕彪博士来谈一谈 对于许章润教授事件 到目前为止的发展 您的看法 还有尽管形势如此的严峻 刚刚我们看到了 吴强博士也说了一些 尽管形势如此的严峻 仍然有这么多人 出来声援许教授 您认为有什么样的看法 怎么来评论 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当然很多教授 他觉得 喜庄润这样的言论受到处理 那很可能下一步 就是他们自己 所以站出来 为喜庄润教授说话 但是客观地说 从整个到目前为止 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来看 能够站出来公开 为许章润发声的 实际上还是很少 算极少数 这些人刚才您提到的 这些名字 都是之前比较感言的 就是在公共领域经常发言的 他们对这个很有勇气 那其他的人 基本上就没有 对这个事情不关注 或者说不敢有任何的表态 那就是中共他从 就从来对知识分子 都进行管束 进行整治 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群体 一直是非常警惕 甚至有很大的敌意 那到现在为止 中共的这种知识分子政策 他对思想 对学术的打压 实际上还是很有效果的 那绝大多数学者教授 都是不敢说话的 那从 我也是刚刚写了一个评论 就是现在习近平 对学者 对知识分子的打压 甚至可以和1957年的 反右运动相比 所以中国有可能 再搞一个新的反右运动 对于任何有独立批判精神的 和中共当局意见不一致的 都有可能受到 或大或小的打压 吴湘博士 我想继续回到您 刚刚我们介绍了 清华大学的教授 郭于华教授的 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特别说到 他后来发表了一个推文 他说很感谢金融时报 发出了这篇文章 虽然文章很快地被删除了 但他说 说出来不是因为勇敢 而是因为恐惧 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 滕彪博士说 当局这样的一种打压 确实在很多的工知 学者界中产生了效果 您的看法呢 我们看到许章润教授 他曾经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了 这个当局的做法是要 预令天下无声 为胜诺诺 只剩下唯为诺诺者 能够存留在那里 那么您怎么看待许章润教授 他的这个遭遇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让 中国的工知界 学术界因此而全面晋升呢 我相信在许章润 发出这些声音之前 中国的学术界 中国知识分子界 已经是万马轻的状态 很少人就像刚才您列出的 张千帆等等 其实是剩下不多的 能敢于继续发生的知识分子 大多数知识分子 从90年代以来 其实一方面 他们主要是被各种 二桃杀三世的 各种社科基金给收买了 更不用说从事自然科学 科学技术研究的那些知识分子 他们被更多的科研计划 这些资金项目给收买了 基本上很少有人敢于 继续来担当一个 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责任 而我们知道 从事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研究 其实很大一方面 就是要向公众来表达 这是郭于华教授所说的 知识分子他的使命 或者说天然的使命 他的研究不仅是一个个人的兴趣 而最重要的是一个公共的表达 这在过去几百年 知识分子在全世界 所担当的角色 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未来我相信 许章润教授会受到 更为严厉的 可能我们想象不出来的 一些所谓的处理 那么在这处理之后 我也不认为会有更多的知识分子 会受到因为他的处境 他的遭遇 敢于发出声音 为他声援 或者为整个知识分子的一个堕落 或者是弱落来几乎 我相信随着目前体制的巩固 也许中国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类别来讲 很快就要消亡了 好的 我们知道现在 许教授面临的是被停职 被禁止上课招生 禁止进行科研活动 同时呢 后续还要对他进行立案调查 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后续的一些相关的发展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 有一些观众朋友 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首先第一位 这是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 他说 清华许教授被查禁言事件 是一大信号 这是中共独裁集权 从把文革当作探索之后的 实际行动 文革复辟说 说明了中共已经无法解决社会矛盾 准备屠刀 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社会良知 大学教授 在反右文革的摧残下 大多知识分子已经失声 剩下几位良知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全世界的人们一定要认清 中共法西斯新纳粹的嘴脸 不可掉以轻心 还有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Shar Charlton的这位网友 他说 公知都被迫移民了 周孝正教授已经来了美国 国内窒息的空气 强国人还浑然不觉 而这位亩产九千万的网友 他说想起当年万物生长靠太阳 这个太阳是暗指毛泽东 后来也是有人来批判 黄豆芽生产不靠太阳 对不起二十年大牢 现在又回到了那个 炎炎自卫的恐怖年代了 还有这位署名叫魏斯芳的网友 他说许章润是古代的世代夫 他被停职调查是一个信号 中国马上就要进入 专制极权主义时代了 接下来我想跟观众朋友 或许有些观众朋友 如果对许章润教授 不是很熟悉的话 我想请两位嘉宾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简单地介绍一下 许章润教授 在去年我们刚刚提到 2018年7月份 他发表了这样的一篇长文 标题为 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其中特别提到了 批评极权政治回归 批评个人崇拜 说要赶紧刹车 另外他说要重新修宪 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 另外要平反六四 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 紧接着 在去年的12月的时候 他又发了一篇长文 低头致意天地无边 在这篇文章里面他说到 切不可固守既得利益 滋滋于一党一派之私利 视天下万物为党派的囊中之物 做万年专政的难科美梦 不顾苍生痛养 与天下对着干 接下来在今年的1月份 徐教授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说 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 在这篇文章里面他说到了 他说与其说当下 中国是一个红色帝国 不如说是一个超大规模的 极权国家 因其不思政改 拒绝以优良政体 为现代中国升级缓代 我想先请教吴强博士 您对于许教授的最大的影响 或者您认为他给您的最大 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他的这些评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有几次跟许教授一起开会 学术研讨会 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方面是他作为一个留德的 一个法学博士 对法学理论 对宪政理论 对中国的古典 都非常的熟悉 然后他简直是一个 中西学术理论相结合的 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产物 那么就像我们在 就像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 所看到他发表的 最后的这些喜闻式的评论 当中能够领略他的这种风采 完全是非常动人的 令人叹服的 有非常极高的这种学术的素养 和这种折服人的能力 演说能力非常强 另外一方面 在他的治理行间 在他的这些话语 无论是口头的表达 还是书面的批评 无论是对中国古典的修养 还是对西方法学理论的 这种深度的研究 都可以看出 他其实是有一颗很热忱的心 这种热忱的心 在目前的中国来说 应该是很罕见的 就像我们刚才所讨论 中国知识分子 到底还有多少人有勇气 有责任敢敢于发声 敢于批评 敢于行使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和公共责任的问题 但是许章任教授有 而且从来没有变化过 我相信这是他给 给所有人都会留下的 一个最深的印象 同彪博士您的看法呢 您觉得许章润教授的 这些论述和评论 给中国社会带来了 什么样的影响吗 对 首先他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的弊端 政治体制的问题 以及对中共 他想要建立红色帝国 这样一个野心等等 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 那这个从政治学法学的角度 这个应该说并不是特别新鲜的东西 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环境下 能够把这个说出来 就很多中国的自由派学者 都是完全认同这样的看法 有这样的看法 但是能够公开的说出来 用很有文采 很有说服力的文字 把它公开表述出来 这个是极其不容易的 所以应该像许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自敬 但是从另一方面 从我个人来讲 他的一些 他的绝大多数论述 当然我是赞同的 但是他在治理行间 仍然有对中共当局对习近平的期待 认为这样的建言 这样的公开呼吁 能够让当局感旋异责 能够让当局去纠正这样的错误的做法 然后走向民主宪政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有很多朋友自由派的学者 他们很早就不再有这样的期待 这样的幻想 是 腾博士您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就是提到说 不再有这样的期待和幻想 所以我也想继续请教您 从这次许章润教授的遭遇 面临到校方这样的无数的打压 而且未来的立案调查 可能会调查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现在还有待观察 您觉得这整个事件 他的遭遇 是不是有可能改变了整个中国知识界 在中国国内的知识界 对当局的一种态度的翻转呢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可能 在过去就不提更早 从习近平上台之后 已经有大量的学者被受到处理 有的是被开除 也有被判刑 像我们比较熟知的 伊利哈姆 许志勇等等 都是在习近平时代被判刑的 那像之前的张雪忠 他的这个公开信 在我个人看来 比这个许章润先生的 这个更深刻 更有冲击力 然后他也被开除了 所以就是这样的事情 已经反复地发生过 很多很多次 包括像新疆的 150万以上的维吾尔人 哈萨克人被关到集中营 这样的事情 也没有引起知识分子 多大的反响 所以我不相信许章润 这样一个令人尊敬的教授 他受到处理 哪怕将来受到更严重的处理 我也不相信这样的事件 会引起中国知识分子 对当局的这个态度 会发生明显的一个转折 好的 我们稍后回来 要继续请两位嘉宾 跟我们谈谈 这个星期引发关注的 其实不只是 许章润教授的遭遇 另外呢 这个北大的马克思学院的 一位讲师柴晓明 同样遭到当局整肃的消息 也有人在提出讨论 稍后回来 我们要继续请两位专家 跟我们谈一谈 为何左右两派的人士 同遭打压 那么另外也想请两位嘉宾 稍后跟我们介绍一下 两位在中国时 所遭遇的这个高校的 这个整肃情况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不过我们要先来看看 我们现在在聊天室里面的 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有什么样的提问要提出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位 署名玉玺的网友 他说 习近平可以说是十分自信的 自信到可以让所有反对的声音 都可以封禁 习近平可以说是毫无自信的 除了用政治手段 没有别的方式 让反对者晋升 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玉王的网友说 本来是挺支持许教授的 但是我已经不认同 国内这部宪法了 我觉得不如改成 现实性的宪法 还有这位署名叫 Troy Choban的网友说 黑社会流氓治国 千人之懦懦 不如一世之恶恶 武王恶恶而昌 英咒默默以亡 欺骗掩盖事实真相 防明之口 一贯的统一思想舆论 人民追求的理想 合理的社会 只要四个字 仁爱正义 而中共的主流价值观 只有欺骗维稳 权力至上 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Don't Free的网友 他说我倒觉得 许章润的言论 不会带来任何效果 可控的情况下 这是当局释放 有限压力的某一种方式 制造新矛盾的同时 消灭旧的矛盾 不足为奇 这个评论很有意思 我想请吴强博士 简单跟我们谈谈 您的看法好吗 刚才网友的看法吗 是刚刚这位网友说 他觉得许章润教授的言论 不会带来任何效果 因为在可控的情况下 这其实是当局在释放 有限压力的某种方式 制造新矛盾的同时 来消灭旧的矛盾 所以不足为奇 您的看法呢 刚才这位网友的看法 我一半同意 一半不太同意 前一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许章润 无论未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个人也相信 中国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类别已经消失了 不会有更多的知识分子站起来 沿着他的这个道路 继续地来批评 来发扬 发挥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所以这一半我是同意 未来也许就是一个 更为黑暗的前景 但是后一半 第二 谈到的那些东西 我个人是不太同意 我个人认为 至少在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 也许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类别消失 但是每个个体 每个公民 仍然是有很多事情 必须去做 必须去表达 未来中国的命运如何 是跟每一个公民 息息相关 所以在这时候 我还要提一下 比如说今年1月份 我参加过张晓辉的葬礼 他是北大八世级历史系的学生 在那之后 我写了一篇评论 我就发现 中共的知识分子 已经没有勇气 自称知识分子了 他们在抛弃和 或者说在卸掉自己的责任 这是我想说的 好的 那么我想请滕彪博士 是否也谈谈您的看法呢 对 就是中共他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打压 实际上是和他的这个意识形态 和他的政权性质是连在一起的 那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 从过去几年来看 都是对自由派 要求宪政要求民主的这些自由主义学者 作家进行残酷打压 另一方面对所谓毛派左派 像前不久对很多大学生社团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协会 要求工人权利的这些社团 也是进行打压 有一些学生 积极分子 学生活动家 仍然被失踪 被关押 所以这种 就是当局对 许章润教授的这种打压 它对 它并不是一个新的 动向 它是中共一贯的政策 只是因为 您觉得这是刚刚这位网友说 这是当局在释放一个 有限压力的某种方式吗 它释放压力 因为确实去年 去年在7月份 许章润教授这篇文章发表之后 当时就很多人为许教授捏把冷汗 觉得说这个言论的尺度 非常的大胆 非常的敢言 那么到现在8个月之后 当局采取了一些作为 但是也有人说 为何当局会允许他连续的 发出这些长文呢 这个就是 很多有类似这样的事件 就是外人容易产生疑惑 就是为什么当时不处理 为什么要给他8个月的时间 这个就是中共他的这种权力 简单说就是 他运用权力的这种随意性 不可捉摸性 当然中共决策者 有他自己的这个计算 到底是给他一个月 还是8个月 还是更长的时间 或者说当时就抓 这种这些 所有的这些可能性 都是存在的 过去包括我前面举例的 就是张雪忠 包括我的同事萧翰等等 他们的这个言论实际上就是更处格 包括我很多在国内的这个朋友 他们的这个言论甚至更加出格 但是受到的处理 没有另一些人受到处理更严重 比如说伊利哈姆 他的那个言论应该是非常温和的 但是却被判无期徒刑 所以这个就是他要故意用这样一种 没有规律的 没有让你中文不透的惩罚方式和这个时间点 让你中文不透 同时他又是给人一个信号 就是说别看当时没有受到处理 但是总会秋后算账 所以他也是对所有感言者 对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严厉的警告 是 接下来我想请两位嘉宾 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当年在中国的高校里面 你们所经历的 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吴强博士跟我们谈谈 吴强博士您刚刚在跟我们谈到说 中国的前途其实重要的是 在每一个公民个体的身上 那么也有很多人说 像是您这样感言愿意参与 接受外媒采访 那么同时大胆发言的 在中国是越来越稀有的物种了 跟我们谈谈2015年 您当时是在清华大学担任讲师 在2015年遭到了解聘 当时校方给您的解聘理由是什么 那么这个解聘事件 对您个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您为何选择继续地留在北京 继续地留在中国 为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维权也好 或者中国的民主自由来继续发声呢 我在清华大学是应该算是 国内高校当中最早开设系统 好 吴强博士的讯号中断了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们现在先回到我们的滕彪博士 滕彪博士 我们看到吴强博士的讯号消失了 我们现在不知道 现在他是遭遇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不过我想是不是能请滕彪博士 您先来简单谈谈您的个人经历 我们再尝试将吴强博士接回到现场 好 我是2003年在中国政府大学教书 然后在08年因为签署08县章 被停课一次 后来又因为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 我参加了一个北京民间的会议 来讨论八九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 结果又被停课 再后来就是十八大之后 十八大就是2012年10月份那一次 又被停课 所以总共是被停课三次 然后期间还有其他的一些 被绑架这些遭遇 然后到2014年就收到学校的通知 说解聘 那等于是就是被彻底开除 那我在中国政府大学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任何 在讲课的时候没有任何自我审查 这个在 当然我并不是唯一一个 在全国有一些 我认识一些学者 他们在上课的时候 是非常大胆非常自由 比如说在成都大学教书的王怡 当时也是一样 但是这样的学者就非常非常罕见 然后一定会受到各种处理 最后被清除高校队伍 那这种命运是可以预见的 好的 我们先来看看 吴强博士回到了我们的现场 吴强博士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 好的 那请您继续谈谈 您刚刚要谈的话题 对 我是2009年底进入清华大学 然后是国内高校当中可能最早 开设社会运动理论课程的一个教师 但是从那以后 我几乎在每次的田野调查活动当中 都会受到跟踪警告 或者直接是来自校方和西方的这种禁令 不能去田野 或者说从田野现场马上回来 等等等等 就像12道金牌一样 经常遇到这样一种情况 14年香港占中运动之后 我当时也曾经试图去 做一个田野的访问 但是校方是 当然我相信出于 是出于高层的一种指令 几乎是动用了半个学校的保安 把我困在家里头 然后又把我困在系里头 系里的办公室等等等等 采取这种现实人生自由的方式 来控制我 我相信在战中运动之后 他们是觉得我这个人是太麻烦的 这种社会运动课程 社会运动研究和清华大学 和当时九号文件所讲的 这个七部讲都是相悖的 换句话说 如果按照九号文件的七部讲来说 七个方面我都在讲 都在课堂上讲 包括我也同样在讲 八九民主运动 跟世界上其他的类似的 民主运动作比较等等 等等 我其实都在做正常的学术上的探讨 但是他们是不容我了 所以我们看我的事情 我的经历其实也能够看出 许章任教授的刚才您谈到的 刚才网友也谈到的一个 处理周期的问题 那在那之后 我是过了大半年 然后被学校 就是在应该续约的时候 好 吴强博士的讯号 好像又受到了影响了 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 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 那么稍后继续尝试 把吴强博士带回到现场 接下来这一位署名叫 希望中国的网友 他说 习想禁言 这在当今社会是做不到的 如果有一天 习想向社会喊话 号召思想解放言论自由 那就是他快垮台了 还有下面这一位署名 Justin Liu的网友 他说 共产党还一直在给年轻人洗脑 培养仇恨思想 很多学生彻底地 把中国和共产党 画上等号了 下面这一位署名 叫Horizon G的网友 他说 中共把学校当成了洗脑 和维持其政权的重要阵地 学校的生存环境 本来就是党垄断 和支配资源的具体体现 挑战中共执政地位的任何言论或作为 都不在所谓宪法或法律调节范围之内 这也是中共公开宣示过的 也是中国法治的本质 而另外这位署名叫顾泽嘉的网友 他说 岂止知识分子 在这种体制下 能有几个人不是共产党的花鸟 他让你叫 你就叫 他讨厌你发声 你就只能默然无声 我想 吴强博士 现在是不是回到了我们的现场 吴博士您好 吴博士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 好的 抱歉 吴博士刚刚我们的讯号又再次中断了 我想继续 您刚刚提到了 您的这个个人经历 确实也引发了很多的这个讨论 那么我们来继续看到 刚刚 吴博博士有稍微提到了 就是我们在念这个网友评论前 我们提到了这个 是不是左右两派的人士 现在一律遭到当局的整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讲师 也是红色参考的编辑柴晓明 同样在这个星期传出了 他因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遭到当局的监视居住 那么当然了 柴晓明的这个相关的这些 有关所谓的这个涉嫌颠覆政权的内容 并没有任何媒体有一些报道 所以我们实在不了解 他的内情如何 但是就从这两个事件 从他以及许章润教授的遭遇 您是不是能谈谈 为何会有这样的一种 好像让人感觉左右两派 一同打击的感觉呢 吴博博士您还在线上吗 我还在线上 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得到 您刚刚听得到我们的问题吗 我听到问题了 好 请说 对的 对财晓明的打压 我相信应该从去年7月份 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 马派的学生受到打压 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相关的 喂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得到 您请说 OK 那么对财晓明处理 实际上是去年7月份以来 对北京人大清华一些学生 深圳深圳的家事工人罢工运动的 这么一个后续最新的发展 当局是担心今年50年 好 很抱歉 吴翔博士的声音又再次的中断了 我想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我想请滕彪博士来跟我们谈谈 我们现在转移到我们下一个话题 这就是这个许章润教授的遭遇 也有很多人对未来中国高校 是否还能够教育英才 培养的到底是人才还是奴才 类似这样的一种探讨 那我们也看到了在去年8月份 同样的就在清华大学 有上千人联名 要求清华大学开除了这个胡安刚教授 因为说他是为帝王唱赞歌 那么清华大学的做法 现在看来是您要胡安刚 不要许章润 那么很多人对于这样的做法 对于未来中国高校的发展 非常感到担忧 您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呢 对 实际上中国高校 它一直都没有任何独立的地位 所以无论是开除我 还是吴强 还是对许章润的处理等等 都是大学之上之外的 一些力量来做决策 那中国高校 他虽然在九十年代之后 八九十年代之后 习近平上来之前 他有一定的自由空间 有一个就是有限度的自由化的过程 一些尤其是文科的教授 教师和这个学生 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那这也是成为中国的一些民间的运动 维权运动比较重要的思想基础 但是这只是只是一小部分 从整体全国高校 它的这个效果来看 它一直是担负这样一种洗脑的功能 就是它绝对不鼓励独立的思想 批评性的这种精神 所以像许章润这样的处理 他对中国高校只能是雪上加霜 原来的这样一种僵化的教学模式 就是中共的这种洗脑宣传 负担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任务 那现在就是更加进一步 就是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少 所以在通过高校来培养自由的精神 培养独立知识分子 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小 越渺茫 好的 吴强博士 您现在回到我们的现场了吗 可以听到我们声音吗 吴强博士 可以听到 好 看来您那边可能有一些干扰 我想继续请您 我们因为时间也不多了 我们刚刚特别是请滕彪博士 谈到了清华大学处置许章润教授 但是对去年千人联署要求 这个开除胡安钢 却没有采取任何作为 那么对于未来中国高校的发展 这样的一种到底是培养人才 还是奴才的这种评论越来越多 您能不能简单一分半左右时间 谈谈您的看法 我相信清华大学 他从蒋南翔 在49年以后担任校长以来 他的方针就是又红又专 又红又专实际上就是要做一个红色工程师 这个红色工程师 以胡安钢 我对意义上讲是最为代表 虽然他是在社会科学方面 但是他出身也是工科 那这种听党的话 喜欢拍马屁 歌功颂德的文科的知识分子 其实是清华最喜欢的 也是清华的这些学术官僚最喜欢的 也是我相信是现在的中共 全上上下下的官僚都乐于看到听到的 这是现在中国高层做出决策的一个很大的来源 而许章润这种批评意见 不管是媒体的批评 还是知识分子的批评 或者是外国记者 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 其实在他们看起来都是杂音 噪音 都是难以忍受的 我相信 清华大学的模式 就是中国在走向封闭的一个缩影 这种缩影是在人才上 在思想上彻底的阉割 吴强博士我要非常感谢您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讯号中断 但您不断地努力与我们节目进行连结 要非常感谢您 我想节目最后剩下一点时间 先请吴强博士为我们做一番总结 我们知道今年是五四运动百年 也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 到底高效维稳对中共当局来讲 今年是不是一个特别的敏感年份 那么在今年这样的一种风声鹤唳的情况下 我们还能够看到有更多的许章润教授 来冒出头吗 对了 首先刚才没回答问题 就是跟着有关 采晓明的案子 相信就是去年七月份以来 对于北京的学生生源 深圳加事案件的一个继续 他们担心校园里 特别是北大所发生的 这些零星的运动会扩展为 全国性的大规模的一个反对运动 而这些运动又有很强的 马原教族主义色彩 那么这种马原教族主义 跟现在中国政权的 所谓的马尔克主义 其实是相悖的 是有理论上 确实是有相当的颠覆性 而且他们担心这种颠覆性 实际上是存在 所有的知识分子的头脑当中 这是他们从过去几年 反复强调大学校园 意识形态阵地是一个上干领 他们强调他们害怕 这些知识分子会在互联网和青年 这两个他们最担心的一个 颜色革命的爆发点上面 对青年起到一个煽动 或者说一个带领的作用 这是他们在今年担心 这个节点到来之前 害怕一切的可能所谓的长胡子的黑手 这样子一个八九时代 他们曾经像刘晓波等等 来命名的这些知识分子 担心他们起到类似的作用 这是他们在今年 最为害怕出现的一种情况 好的 滕彪博士 抱歉 给您30秒时间 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好 那1919年的五四运动 还有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 学生 大学生 他都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早也是最积极 成为运动的主力 那今年又是这些周年 所以有一种说法 就是全国看高校 高校看北大 那像北京的高校 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 一定是防堵的重点 那过去习近平 他对意识形态 对思想出版互联网等等 都进行了严格的管控 那今年这种管控 这种压制 只能是越来越紧 不会有任何的松懈 所以像许章荣这样的事件 很有可能再会发生 好的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滕彪博士还有吴强博士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排除万难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各位 那么时事大家谈 是一个自由论坛 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 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焦点对话 要和您探讨 川普摆脱通俄门 对中贸易战 是否更显强势 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